最初真的是因为蓝忘机的气质造型,本身就是偏爱古风高冷鲜男的,但通常只欣赏剧中角色,好奇下,扮演者名字年龄大致履历就完事儿,只要人品不毁三观,以后拍了新剧会看看,就大致是这样,但王一博却是唯一例外,也多亏了一个朋友。 那会儿知道我对蓝忘机比较有好感,就好奇的去了解了线下,他把看到觉得惊艳的一博舞台安利给我,让我觉得挺意外的,没想到年纪轻轻跳舞这么好看,行云流水,两个字舒服,之后,他越考古越上头,我就还处于在升温,但还没到上头,直到看到了101女团舞,震惊了,被蒙到了,一贯不喜娘气的男孩子,更没法想象男的跳出来的女团舞得多么美眼看,但是,王一博颠覆了我的心, 原来能力强到了一定程度,一个裤盖帅哥也能把女团舞跳得那么好看,那么到位那么可爱,把所有台上的女生都比得毫无存在感,还完全不由不娘,反倒有属于男孩子的那股精气神,太牛了,那一刻觉得挖到宝了,此后更渐渐发现,他不只是一件宝,而是一份挖不完的宝藏,太难能可贵了,最近多关注了他,我发现,他并不愿意让人知道,自己学东西很快,特别是专业性类的, 只要是他自己觉得,完全没有掌握的东西,一般他都说不会,他最戳我的点,就是行动力,他太坚强了,这个是在我看来最迷人的点,看着王一博一个个代言的官宣,一次次经验的亮相,心中都是无比的自豪,那我又被他不骄不躁的态度所感动,清光大赏也一直在强调,自己会继续努力,现在努力还不够,他的时尚表现力, 真是一人牵面,什么风格都能驾驭,不同的造型和妆容,就能展现不同气质,尤其是那些女装和女装,美却不娘,丝毫不减男性的锐气,最后,他做什么目标都很明确,而且,会把其他次要的都抛弃,其实时间久了,他的颜值和造型什么的并没有很戳我,但是,他这个性格很戳我。